我們先講講尿道發炎 尿道發炎很複雜的 可能是關於腎、輸血管、膀胱、前線 都可以叫尿道發炎 尿道發炎通常分為兩大類 一種是簡單的 另一種比較複雜的 是 即是Simple UTI Complicated UTI 講過Simple UTI Simple UTI指秘療系統是正常的 功能也是正常的 只是一時的發炎 這個很簡單 女性很常見 女性因為血道短 很多時候會上去 男性比較少 因為男性血道長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導演 就是少一點的 剛才你講了Complicated UTI 複雜的UTI是怎樣的呢 複雜的UTI就是 本身的功能可能有問題 第二就是 它那個anatomy 整個系統 解剖的行 生理行也有異常 還有一些 譬如說糖尿病 都可以Complicated UTI 因為糖尿病 你知道 對於尿道的抵抗力 是少了很多 所以都是一個問題 那你的Complicated UTI 應該是有什麼現象呢 Complicated UTI 經常都發炎 就是比較容易發炎 因為它有一個問題 譬如 尿道三石 那三石 就經常有尿道發炎 譬如你說 先天性的尿道是K型 就容易發炎 即時糖尿病也會 糖尿病抵抗力低一點 我們遲些講一講 在UTI 有時分為低層的 即是低層的 即是低層的 即是高層的UTI 高層的UTI 即是神與神炎 即是Ecubile Pinolephitis 它叫Upper UTI 那Upper UTI 即是神與神炎 主要的症狀是怎樣 發燒那些 Sepsis 是的 因為通常 如果女生抗光 發炎UTI 閃光感染 很少是發燒的 但如果你說 Upper UTI 就不同 如果神與神 就發燒 除了發炎 發燒 腰部會痛 因為這個訊在後面 在後面痛 不是前面痛 然後還有好特徵 就是會 折瀾沾沾 這個很特別的 如果你是普通人 如果這樣 魔法炎 不會折瀾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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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就這樣就很麻煩 最怕他要吸 której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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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馬上就要抗生素 甚至很多時候要不接觸注射 因為就是口服的內容 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都要計算 就給予抗生素 當然到康復後可以轉換口服 但最初很多時候要注射一刻 算是節省時間 有時如果給急性腎乳腺炎 我們請他一部糖尿病 如果你說有 急性腎乳腺炎 即上面有些UDI 但可能是複雜 或者是complicated 你看看有因 其中有因是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的病人 急性腎乳腺炎 嚴重很多 甚至有些人有糖尿病 急性腎乳腺炎 整個腺炎漲出來 例如發出氣 人會很癢 甚至有時整個腎乳腺炎出來 這樣會很嚴重 當然 例如黃胱發炎呢 黃胱發炎會痛 小便痛 還有出血 那些通常就吃抗生素 就可以了 通常你寶寶需要注射的後腹就OK了 那如果腎病 要怎樣 因為病神本身的腎經有事 又有療到發炎 那又怎樣 很合格一點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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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 那當然要抗生素 因為腎需要揭去的時候 根本上它的體格亦是低的 更加需要 但反轉一個腎 可能排不到抗生素 所以很多時抗生素的話 你看看哪隻抗生素 有些 如果腎肉排的時候 份量會減低一點 因為太大的抗生素就不行了 還有抗生素 我們的Arminoglycoside 總之抗生素的腎力更加不行了 黃醫生跟著一個很精彩的Lectures 希望同學小心點聽 今天就很開心 大家這麼多人在這裏 所以我這次特地做燒肉在這裏給大家吃 你吃不到 你再來一次 有的 沒有騙你的 本來我想整隻燒豬 不過醫院說就不去這裏切了 這裏是教堂來的 這裏都很好 這三次來都很感謝浸會醫院 各位同事 這麼辛苦幫我們 Carissa在這裏 Carissa她不出聲 但她幫了我們很多忙 Sukie和她的洗腎醫院這群同事 就很勤力地做事 再多謝大家 這次做完之後 我有一個要求大家 其實兩個 第一個當然要投票 不用說了 第二個 我想你講完之後 不要這麼快走字 我們想做一幅相留念 為甚麼呢 就因為我11月2號 65歲生日 所以我想跟大家一齊 拍一幅相 慶祝 我就特地不說 因為她又買過蛋糕的相片 第一次已經切了蛋糕 所以我懶得再切 好不好 所以大家 待會我們聽完書之後 我們就會拍一幅相片 好不好 拍一幅相片 大家留念 這幅相片 因為以前 簡而清60歲的時候 拍過一幅相片 我特地等65歲而已 她拍完很快 死掉了 我不願意 所以這次一定會很好的 還有一件事 就說 阿卓 你先出來 這次我們做得這麼成功 就是為甚麼呢 在浸會醫院幫忙 還有一個 Clinical Lymphology Group 這裏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團體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這裏拿一張 form 簽個名字在那裏 簽名 立刻交回的 那就不用錢的 但我們有甚麼新的消息 關於這裏 買東西的 我們不會通知你的了 但總之以我們的活動 都會繼續告訴大家 原則上 希望不收錢的 那就可以讓大家 有一個很簡單 很清晰的事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開親會 當然準時的 拱時開始 還有說話 當然是45分鐘 40分鐘會舉牌 告訴他們 我們完結了 所以大家會很準時的 好嗎 再追以後 多謝大家 但開始之前 我們又有少許的儀式 不然有人拍照 我準備拍照 我第一次叫一個 Speaker 是黃正明醫生 Simon 是我的老友 所以請Simon出來 我少許的 好 各位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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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這邊 1 2 3 好 來這邊 好 來這邊 好 來這邊 可以 先說一下 好 來吧 Gordon 和我認識了很久 請我先慢慢介紹 首先表演相處 另外這個會場搞得這麼好 當然就是我們很多贊助 首先第一個請戴艾池 戴艾池就是第一 戴艾池的同事出來 我們有少許紀念品 另外就是另一個同事 這個也是我老友 就是Takita的Representative 不好意思 最後就是Alexian Alexian 你或少點知道 不如等你聽過書 你就會知道 是一個新的藥廠來的 但它的藥是很革命性的 所以我特意叫大家來聽 好不好? 今天請你請 好了 今次我們事不宜遲 今次的題目 我每一個題目都會精心選擇 我打算今次是一個很常見的 第一個題目叫做Treatment of Urine Tract Infection 尤其是Acute Pinellone at Fridays 那些 我們有很多姑娘同事在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次 頭打頭陣就講 Urine Tract Infection 一種好像很簡單的 但其實 裏面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大家都要知道 首先找Simon Wong Simon來講 以前在Chinese University不出業 他在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做過 接著在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做過 然後在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做過 那你也知道 不是馬龍過崗 就是Prince of Mary 你知道當然是很厲害的 那它那裏的Specialty 就是Endo Urology Urology現在的發展 不只是開刀 直接在Endoscop 即是Parsk Endoscop 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Kibney Stone Eureteric Stone 裡面的Tumor Breader Tumor 可以直接經過那個 尿管那裏 就可以做得到 那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們再試試一下 Simon 跟我說 The treatment of Unitrack infection 多謝Simon 醫生我介紹 多謝大家今晚 我們一齊可以在這裏 我介紹我自己是Daw Wong 我本身是一個 Specialist in Urology 所以我今晚 我想都希望 值這個小小的時間 向大家講解一下 UTI來訪 或者UTI in Renovation 我們有什麼特別可以 去了解 那些 未來的40至45分鐘 我想 我們在講UTI in Renovation 之前 其實原來我們都可以 有少少understanding UTI本身 我們都會有個分類 在裏面的 以及都可以講解一下 為何有些人會有UTI 為何有些人會沒有UTI 最後呢 將兩個UTI的分類 我們都可以有個認識 還有我都會 最後有一個 題目就是 在Reno Insufficiency Reno Failure 的Patient方面 UTI 我們可以有什麼 特別的地方去關注 其實就是 尿道感染 Uenary Tract Infection 很多時候 病人剛剛今天才跟我說 尿道感染 不是就是尿道嗎 跟膀胱感染 好像沒有很習慣 那其實原來 大家當然是一個笑話 對於UTI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用 Anatomical去分類 由下面的 Eurifritis 上到Bledder Cecitis 上到Kidney Pylolephritis 最後呢 如果這些 Europathogen 它下了一個Bust Stream 它會成為一個 Eurosepsis 那其實 我們去Approach 作為一個Eurologist 或者作為一個醫生 我們去Approach UTI的時候 我們會即時 將這個UTI去分類 究竟這個UTI 是屬於一個 Uncomplicated 還是一個 Complicated的UTI 那其實 如果很簡單去講 Uncomplicated的UTI 通常就是一個 Healthy Woman 它是一個 Structurally 和Functionally Normal的Unitrack 那這個我們就會 歸類為一個 Uncomplicated的UTI 如果呢 反過來 它是有一個 Underline的 Anatomical Abdomality 或者Functional Abdomality 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它歸類為 一個Complicated UTI 為什麼要將兩個分類呢 原來呢 我們的Treatment方面 是會有少許分別的 那一般來說 Healthy Woman 她是很Healthy 而她沒有一個 就是Winnery Track的Problem 我們會叫做 Uncomplicated UTI 的 反過來 這個Mail Patient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 Label它一個 Complicated UTI 我們要找一下 究竟背後呢 什麼原因 為什麼有UTI呢 因為男士呢 正常情況下呢 比較少有UTI 跟著呢 我也會簡單去講一講 就是兩方面的分別 那其實如果是一個 Uncomplicated UTI Ecoli 始終呢 都是我們 最常見的 一個Cocytic Organism 來的 至於其他的 Saphylococcus Saphylococcus 這些呢 都是一個 common Uropathogen 其實 我們都明白 我們身體 在皮膚 Purineum 那個位置 有很多很多細菌 尤其是 我們Purineum 那個位置 接近一些 就是 那個 anus 那些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那些 Uropathogen 都是有一個 Ascending Infection 就 Through the Urepha 就上了去 我們的Unitrack 導致 Infection 這個也解釋到 為什麼一個 Lady 她會 她會有更多 Uti 那些 因為 Female Urepha 基本上 她的Length 是比較短的 1-2cm Varis 男士的Urepha 她會長一點的 她差不多到7-10cm 所以 長度不同 所以變成 Uropathogen 要從外面 走到進去 我們的身體裏面 Length 都不同 都解釋了為什麼 女士會比較多些 有Uti 其他比較不常的情況 就可以經過 血液 血液 因為我們的腎臟 都會不斷 不斷 去Filtre 我們的血液 所以當細菌有血液 都會容易增加感染的機會 其他 例如經過Lymphatics 那些 機會就相對少一些 其實 我們任何時候 我們的身體 都 其實細菌 都不斷想進入 我們的身體 那裡 其實我們的細菌 也有些特別的 Charlesticks 可以令到它會增加 它那個 能夠 Trigger Uti 的 Occurrence 例如我們知道 Ecoli 它本身有一些 像一些 爪子一樣 可以能夠 黏著我們的Milcoater 慢慢上 Ecoli 和其他的 Organism 例如TB 其實它本身 也有一個 Extracelular capsule 令到我們的 Wiber cell 比較難去處理它 那當然 另外 其實有些 Organism 它都會放一些 toxin出來 又或者 其實有些細菌 例如Proteus 它會製造一些 Enzyme 例如Proteus 會製造Urease 那些 那些 這些都是一些 Factor 會增加到 Bacterial 但是我們 人本身也有個辦法 去 不想細菌 就算它經常 都想進入我們的 Uneutra 我們也有個辦法 去減低 UTI發生的機會 那當然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本身 會不斷製造小便 那這個 其實都會和我們 今天的主題有關注 但因為 Renophila patient 他可能 Urene的Volume 少了 N-Stage Renophila 可能沒有Urene 所以這個 mechanical flushing effect 可能都會在他們身上 會減弱了 那另外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 Blethaler Mucosa 都會有一些 Mucopolysaccharide Coating 其實我們有一層 Coating 包住了 那個Mucosa 裏面 盡量去減低細菌 黏下去 還有我們 Urene本身 也有一個 Lope H 和 High Oxmolyd 很concentrated 這個都很inhibit 就是 Bacteria 的Growth 最後 原來我們 Urene本身 也有一些IgA IgA的 protein 都會嘗試 去inhibit 細菌的 黏住下去 這些都是一些 可以減低 Uti 發生的機會 所以當我們的 host defense 受到影響的時候 都會增加 Uti發生的機會 我剛剛就說 Uti其實可以分成 uncomplicated 和 complicated 其實 這個分類 最主要就是 看看 Uti 發生的 那個subject 那個人 是哪一類人 所以 uncomplicated Uti 其實可以是 Sysitis 也可以是一些肾炎 例如Pyrephritis 那些情況 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 在一些 女士 她 without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Epilemology within GI tract 即是GU tract 也沒有Kindy disease 或者沒有其他的 comorbidities 例如Diabetes 那些 如果是 很簡單 我現在brief去講 Sysitis Presentation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Presentation 其實就是 它們會有些 frequency Urgency 和Dysuria 其實我們需要做的 workup 其實是做一個 Dipstick 或者Uranalysis 就已經足夠了 很多時候 我們知道 普通的Pathogen 都是Ecoli 或者Sophilococcus Treatment 其實 我們都可以 會選擇使用 一些 Panacine Group 一些 Quinolone Group 的藥 或者Nitroflorentum 的藥 Post treatment 在一個 Uncomplicated Sysitis 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需要 去做一個 Routine Post treatment Uranalysis 或者Culture 但如果 Sysitis 它 Treat不好 symptom Post treatment 或者它 在很短時間之內 再出現 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考慮 去做一個 Uranalysis 看清楚究竟 它那個 Causative Organism 是甚麼來的 可能如果真的 我們有個 Kinical Suspicion 它有個 就是 Sysitis 不能夠 Treat by 如果我們做一個 Ampirical treatment 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 用 another 的 Antibiotic 做一個 Retreatment 7天 Pyroreferitis 也是一個 我們在 醫院 或者 Clinic 都很常見的 情況 通常的 Presentation 它們會有 Long Pain 它們會有 Noise 或者Vomiting 還有很多時候 Acompanied with fever 面對一個 Pyroreferitis的時候 當然我們都要做一些 Uranalysis 還有我們都基本上 需要做一個 Imaging 去看清楚它有沒有 Hydronefrosis的情況 那這個Imaging 其實可以是 Ultrasound 亦都可以是 用一個CT scan 那 很多時候 我自己都會 去檢查一個 Blood Culture 和一個 Urine Culture 去找出一個 Caucative Organism Caucative Organism 來講 很多時候都是 Enterobatteraceae Enterococcus 如果你是 一些 immunicompromise 有些 Obstruction Post-transplant 或者是 我們都要 Bare in mind 其實可能 Caucative Organism 是一些 比較麻煩 例如Pseudomonas的 Organism 其實我這裡 是跟 Impact Guide Line 去處理的 其實 在一個 Acute Uncomplicated Pyroreferitis 我們說 基本上 我們可以考慮 用到 IV的 Penicillin 或者用一些 Carbopendam group的 Antibiotics 當然 如果我們 懷疑 那隻 Organism 在Pseudomonas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 用到一些 Andy-Pseudomonas的 Regimen 例如 Piparacillin Tusobetam group的 Antibiotics 我們都會建議 其實 用一個 IV Antibiotics 當它的 Clinical condition Stabilized 以及 Render a Fragbar For 24 到48 Hours 然後 我們就要給它 十四天 兩個星期 的 Antibiotics 當然 如果我們 最初用了 Penicillin group的 Antibiotics 去Treat Pyroreferitis 但是 如果它的 Clinical condition Keep on deteriorating 可能它很Septic High Fever Urene 它很少 其實我們都應該 除了做Workup之外 早一點考慮 將Antibiotics Upgrade 去Carbopendam group 是很容易的 其實 一個 Uncomplicated Pyroreferitis 我們都不需要 去做一個 Routine post-treatment 的Uranalysis 或者Culture 其實跟Clinical condition 差不多 如果它那個 symptom 不能夠resolve 或者它在短時間之內 recure 其實我們都會 需要做一些Workup 例如 可能要檢查 Urine culture 或者去做一些 Imaging 如果真的 我們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我們都要考慮 轉個Antibiotics 的Regiment 希望 看看 還要追追 Urine culture 那些 所以我想Pyrofitis 我們要給IV Antibiotics 還有需要兩個星期 的Treatment cost 給它 還有我們要做一個 Image and Workup 另外在女士方面 這個都是一個很常見的 情況 就是一個 Recurrent UTI 其實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有UTI 那 什麼是經常呢 所以我們有一個 Definition Definition 就是六個月裡面 發生了兩次 或者 在十二個月裡面 有三次 我們就會 Define as a recurrent UTI 當我們 Define as a recurrent UTI 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歸類 歸類 究竟它是屬於一個 未殺得死的UTI 就是Bacterial Persistence Keep on 其實一直都未處理好的UTI 還是一個Reinfection Treat了 但是再回來的情況 那 其實我們怎樣去定義 它是一個 Bacterial Persistence 就是我們根本未 Clear Up UTI 可能我們做一些 Urene Culture 原來發現 它是一個Same Organism 那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是代表有一個 細菌 它在我們的 Geotrack 那裡 躲起來 Habber了 那就是基本上 我們就要看 會不會有一些 Stone Obstruction 或者Structural Ability Fistula 那些 所以我們就要處理 可能 看看會不會有些 Underline的Problem去處理它 反過來 如果是一個 Reinfection的意思 就是說 它Clear Up了 有一個Negative Culture Symptom Free 但是跟著再出現 一個UTI 的Episode 我們去驗它的 Urene Culture 發現它是一個 另一個 Strain 的Bacteria 而我們反覆查了 它沒有一個 Underline的Structural 或 Anomical Ability 其實我們的Hypothesis 為什麼 有時候 那些女士會 Tweet了 但是它沒有 但是沒有一個 但為什麼它會 經常都會 UTI 其實我們的Theory就是 它有一個 Increased Vaginal Mucosal Receptivity 它是一個Euro-Pathogen 它那個Vaginal Mucosal 比較容易 令到一些Bacteria 黏下去 導致到一個 Infection 所以在面對 Recurrent UTI 的時候 我們都要 做一支Urene Culture 另外 都要 考慮做一些 Basic Work Up 可能要做一些Imaging 那些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 Endoscopy去處理 一些General的 Avise to the Lady 是我們可以考慮 避免使用一些 Spermicides with the Diaphragm 或者在一個Condom 裡面 還有我們可以 如果叫一些 Perimenopausal 或者Menopausal 可以用一些 Extrogen Replacement 可能很多時候 可以給一些 Local的Extrogen Replacement 給它 都會令到 它的Vagina的Status 會改善 可以減低UTI的機會 其實一個很Refractory 的Recurrent UTI 我們會給一些 Low Dose 的Antibiotic Treatment 給6至9個月 其實有Evidence 原來給這些 Low Dose Antibiotic Prophylaxis 給它 將Urine Sterilized 可以減低UTI 發生的機會 減低九成 所以其實很Effective 不過我們有一個 Cost Implication Sign Effect 和Compliance 的Essue在這裏 Low Dose Antibiotic Prophylaxis 我們很多時候會選擇 就是一些Trimethroprime Nitrofarentum 一些Low Dose Cathalexum 或者Foroquin 其實它能夠 Steridize Urine 還有 但是它會有一個 Minimum effect On Fecal 或者Vagina Forer 那裏 其實就 好像剛才我說 我們會給6至12個月的 其實 之前有一些Study 它會 能夠說到 它很Effective 它能夠減低 90% UTI recurrence rate 例如我們常見的 regimen 我們可以給 Trimethroprime 例如Septrin One-tap daily 給它 但我們都要 可能要看清楚 那個Patient 例如我們知道 給Septrin 一個Long-term 有個Risk 就是我們會有 Blood dyskorexia 那些情況 Nitrofarentum 我們 即是Instant Off 我們給4次 我們可以開50mg daily 給它 那這個呢 能夠Sterilize Urene 亦都有一個Minimum Effects on the Gut 但我們都知道 Nitrofarentum 它本身都有些 Possible Averse Effects 例如Palmoneal Arborosis Peripheral Neuropathy 和Liver Damage 那 Thorgoquinolone 我們都是用一些Low Dose 那Standard Dose 可能都是給250 500 甚至750 我們如果是用Low Dose 的話 我們就會給125mg daily 那這個 我們都是能夠將一些Sterilize Urene 以及將那個 Enterobacteria Eraticate From Fecal Roots 和Vagina Roots 那其實我想 大家同時可能都會知道 我們 Falgoquinolone 其實都會 Associate With a Possible Averse Effects of Tendon Damage which is more common in the elderly 還有如果那些Patient 他之前試過Tendon Structure 這個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還有如果那些Patient 他有很多Steroid 還有又是elderly 又有一些Ris of Tendon Rupture 那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我們應不可以用這個 Antibiotics 另外一個情況去處理 Recurrent UTI 就是我們可以 給一個 Self-Initiated Therapy 給他 那其實這個就是 那些Patient 當他自己知道 UTI Symptom的時候 我們就給一個 Full-Course Antibiotics 給他 但是這個呢 就很需要和Patient 有一個好的Patient Education 和Patient 都要Document 他的UTI Episode 才知道有沒有幫助 剛剛就是講完 Uncomplicated 其實Complicated 就是今晚我們想講的 因為 Renal patient 本身都會歸類為 Complicated UTI的其中一個 subject 其實Complicated UTI 就是當我們的 Geotrack有一個 Structural 或者一個 Functional Abplomality 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歸類這個UTI 為之一個 Complicated UTI 當然 或者就是說 就算他的Geotrack沒有東西 但是他本身可能有個 Diabetes 或者他某些原因 令到他的 host defense減低了 那麼這個呢 都會歸類為 一個Complicated UTI 而我們呢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 當我定這個 Complicated UTI的時候呢 我們都需要 一個 positive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的Uring Culture去 去Document Complicated UTI呢 其實 如果在 general population 來講 很常見的 或者在Urology的 population來講 那就是生石 Urolithesis 它有一些原因 導致 Urinary tract Obstruction Riflux 或者Fistula 這些 這些都會 一個Risk Factor 一個Complicated UTI 很常見的 Injuring Capita Boli 或者我們擺了JJStand 如果它有UTI 我們都會拿一個 Risk Factor來的 另外就是 Renal Insufficiency Transpart 又或者是 Immuno Compromise 或者DM 這些都是 Risk Factor For一個Complicated UTI 所以其實 就不難理解的 如果我們要去分類的時候 她是一個女士 沒有任何 Structural Functional Ability Uncomplicated 但是如果 她不是一個女士 或者她有 其他的 一些的 我們就應該 把它歸類為 一個Complicated UTI Complicated UTI 就相對 Diverse 很多 而且很多時候 因為Complicated UTI 都可能 Associated with Underline Pathology 所以 它那個 Bacteria 都會 to show a higher preference of resistance against 一些普通的 Antibiotics 我們常見的 都會是 E.coli Crateus Capsiella 或者Pseudomonas 那些 的Bacteria 所以在Treatment Wise For一個Complicated UTI 首先 我們要選擇 一個appropriate的 Antibiotics 而第二 我們一定要去 找出 她背後的原因 以及要 Treat背後的原因 很多時候 一個Complicated UTI 我們都預計了 可能她需要一些 Supportive Care 甚至可以考慮到 一個Hospitalization 所以 在Complicated UTI 我們的 First Line Treatment 來講 我們可以用到 Foroquinolone 除了Foroquinolone 之外 我們都會考慮到 用到Penicillin Group 或者 Decaphalosporin 那當然 如果 那個 Kinical Condition 它是Deteriorate 很Sphere的 那當然 我們都會考慮早些 去轉用 用一些Second Line 的Therapy 例如 我們可以考慮到 用Piparacin Tasobetum 的Antibiotics 用到 Carbapenum Group 的Antibiotics 而 很多時候 Complicated UTI 我們預計 都需要 一個 2-week course 的Antibiotics 甚至 如果 UTI 比較 Sphere 甚至我們 考慮到 需要 三個星期的Antibiotics 給它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Post Treatment 跟 Uncomplicated UTI 有些不同 我們不需要特別去 Repeat Culture 如果是Complicated UTI 我們都會建議 要檢查 Uring Culture make sure UTI 是 Eradicate 那 Veno Insufficiency 都是 Uncomplicated UTI 其中一種 那 其實 很多人都會問 就是 UTI 本身 會不會 導致到 長遠來講 導致到 Reno Insufficiency 我相信 有Avlogic 當然 我就不敢 巴龍滿虎 不過如果 根據 記者說 其實 在UTI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Focal Reduction 還有一些 短暫的 Reno Tubular Dysfunction 但是 如果它本身 的Kindy Function 是Normal的話 一些Chronic Reno Damage 是Unlikely 但是 我們都在 Reno Impairment 的Patient身上 可能他們同一時間 會有些Vivus 的Problem 或者它本身 有些Obstructive Uropathy 這些 那當然這些本身的情況 它會 有快起UTI 同一時間 它都會導致 Reno Function Damage 所以這又不是 一個絕對 UTI 和Reno Function Impairment 有一個直接關係 但可能它本身 有一個Corsative Problem 它會導致到 兩個問題一起出現 正如剛剛我們說了 Host Defense Mechanism 在Reno Insufficiency 其實我們會 因為 Kindy 本身的Problem 會導致 Uranial Tract 的Defense Mechanism 受到影響 例如我們的 小便少了 我們那個 Mucopolysaccharide 的Coating 可能會 那個 Protection 也會差了 另外 我們的Uranes 沒有那麼 Concentrated 我們的Uranes IgA也會少了 這些都會導致 Predisposition to一個UTI 本身 如果是 Chronic kidney disease 的Patient 都會有 A Certain Degree 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 Risk Factor UTI 最後 其實 很多疾病 導致 Reno Insufficiency 不會處理 之外 就是要處理 Reno disease 剛剛說過 我們也有時候 在Come across 一些Patients 他有 Otosomodaline Polysistic kidney disease 其實 UTI 都會在 很常見 對他們來說 一個 Promantic complication 來的 他們差不多有 20-40% 的Patients 會有UTI 但因為 可能 那個 Infective focus 在某一個CIS 可能 就這樣拿一個Uriene culture 未必能夠很容易 去找到一個 Positive culture 但很多時候 Patients 會有一個Piuria 還有很多時候 他們會有 A acute Piuretitis 會有一個 Fever Loin pain 那些 在面對 Polysistic kidney disease 的時候 我們 經常 都會知道 他的 Afficacy of Antibiotics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 可能 傳統我們會用的 Kepulosporin Gentamycin 或者 Palestine group 他們需要Active transport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在這個時候 其實 我們都會考慮到 可以用其他的 Antibiotics 去做了 Nephthtomy 去處理了 Infective foci 在DM來說 我想大家都會經常面對 他們會有一些 Asymptomatic Bacteria Urea 那其實 究竟我們 如果Asymptomatic Bacteria 其實都會有機會 increase Acute Pyreptus 的Risk 但是我們 需要不需要去Treat它呢 其實 我想 都會有個 大家有個 Question 在那裡 那就 如果這些例子說 其實 在DM patient Treatment of Asymptomatic Bacteria 其實都不會 reduce complication 所以 理論上 我們都不需要 DM per se 都不是一個 indication for screening or treatment for Asymptomatic Bacteria 當然 我們要處理Bacteria 的時候 當然要看個 case per case的情況 那另外 這個就是 我們在Hospital 會比較常 遇到的情況 enphysematis pyrephritis enphysematis pyrephritis 的presentation 就是 它很多時候會 represent with一個 high fever 同一時間 patients很sceptic 有個loin pain 而很多時候 這個patients 我們問他的history 他本身 with the background medical history of DM 如果我們去 給一個 antibiotics 給他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imaging 我們就會見到 他在CT那裡 肌尼裡面 有一些gas pocket 那為什麼肌尼有gas pocket 有沒有做過instrumentation 原來 就是一些gas forming el organism 它就 form了一些gas出來 所以就有個term 就叫做 amphysematis pyrephritis amphysematis pyrephritis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是一個很擔心的病症 因為當一 diagnose上這個病症的時候 我們都會擔心 需要用到 biggan antibiotics aggressive resuscitation and ICU support 還有 我們都要 prepare a patient 如果他的 醫療狀態 不是能夠 improve through一個 vigorous的 ICU support 或者一個 biggan antibiotics nefrectomy probably is the only child for the patient 這個我們都會 預算要幫助 那個patients 可能那個patients 他很septic 未必能夠 預計能夠熬得過這個手術 但如果一個 serviced patients的情況下 這個都會一個選擇 另外 就在 renal failure patient renal insufficiency patient 其實我們也有時候會遇到 另一個serviced 的infection 就是 Phonia Scangrine Phonia Scangrine 就是 我們傳統上說 可能有些人在香港 有些食育菌 那些 其實他正式來說 是一個 necrophizing fasciitis affecting external genitania 和pyreneum 這個本身也是 一個 Urological emergency 通常他本身 會有些 Aerobic 和Anerobic 的organism 也都會在 subfacial layer spread 那個infection 那是一個 reputly spreading 的infection Predisposing factor 很多時候 patient會有個 minor trauma 或是 minor abrasion to the skin 而他本身是immunicompromise 例如DM 或者有些 renal insufficiency 那些 也都很多時候 Phonia Scangrine 會spread from一個 prevenial abscess 那 所以就說 他through一個 minor trauma 跟著他就會在 subfacial layer 那裏 就要spread infection 就會發展成 一個很 progressive 的tissue necrosis 那 這張照片 我在網上問出來 因為我自己 原來都沒有特別拍到 那些patients 有這樣的照片 但是這個照片 很typical 是一個 Phonia Scangrine 那個patients 初初紅紅的 痛 那很多時候你可能不去看醫生 那 OK啊 給一些antibiotics 塗一下 但那個patients 越來越septic 越來越不舒服 再檢查他的時候 開始黑了 到 可能再看他幾個小時之後 這個necrosis 那些癌症 的位置會越來越大 所以他的patients 通常會很不舒服 他有初出 Erythema Tentines 和Edem 而同一時間 他會有fever和sepsis 如果我們呢 見到有個 gangrenous part 在一個pyreneum 那個位置 我們都 這個是一個 diagnosis 一個clinical judgment 來的 我們不需要特別做些什麼 tests 或者做什麼imaging 很多時候這個 我們都要考慮 去早些去處理 香港來說 我們都是 Urologist 主導去處理 Phonia Scangrine 但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一個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需要ICU 需要colorectal surgeon 需要plastic surgeon 一起處理那個情況 那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我們下一步呢 就跟那個patients說 就要做一個wide local debridement 甚至說要做一些 urinary 和一個fical diversion 那所以 treatment來講 對面對一個 phonia Scangrine 可能有些patients說 我的scrotum 實在是紅了 黑了而已 那 但是我們都會 跟那個patients說 其實這個 都不可以太輕視他那個情況 我們需要一個很 prong的diagnosis 和treatment 我們呢 都預計了patients 需要一個ICU 支援 我們要給他 和那個patients解釋 需要一個 extensive debridement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擔心 他影響到 GI track 我們要找到 general surgeon 或者colorectal surgeon 進來 幫忙做一個 soma diversion 那些 那其實以前來講 我們classical teaching phonia Scangrine 它的mortality 都差不多一半 但是隨著現在 我們快點去處理 我們的ICU support 好了 我們有 quicken antibiotics 給他 其實現在來講 我們phonia Scangrine的mortality 都能夠去減低 去到相對低一點的水平 但是我們處理完 這個phonia Scangrine 我們都留下一個問題的 就是我們 切了他很多的tissue 我們都需要做一個 reconstruction 那這個其實是 一個NCH Rinopha patient 他 就 有個 phonia Scangrine 我們初初以為 一個local skin abscess 那就是做了 local debridement 但是又黑 又再做 需要再去處理 那原來這個是 一個phonia Scangrine 那其實由 第一張圖畫 至到我們去考慮做手術 不是過了兩天的 是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要不斷 我們有個 renal support to the patient 還有要有個 Wood nurse 一起去處理 他的wound 當他的wound condition 好了 最後我們就 跟了plastic surgeon 一起去 考慮 幫他做一個 flag的reconstruction 那所以 就是phonia Scangrine 我們都會擔心 我們會有一個 high mortality 但是當我們處理完 他的acute episode之後 我們下一步 都要幫patient 去 可能 involve plastic surgeon 一起去考慮 一個reconstruction 如果這樣才可以 可以回應 那個patients的 functional well-being 這個patients 可能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OK 儘管他 是end-stage renal failure 但是 都很幸運 我們有很多同事去 support 那麼他那個 那個local wound healing 都不錯 那麼 如果說回 其實 在 renal impairment 的patients 來講 我想 這裡簡單去 講一講 其實我們去考慮 用到antibiotic 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到 GFR 其實如果他的GFR 不低於 20mL per unit 其實大部分的 一些antibiotic 我們都不需要到 一個dose adjustment 當然那個patients 有diagnosis 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到 那些藥會不會被diagnosis 去remove 而考慮適當的去處理 另外就是說 如果本身 那個patients 有renal impairment 的時候 我們都要 要小心 去用那些 Loop directs 或者Cephalosporin 因為 combination 來講 可能都是一個 nephrotoxic的 另外就是 我們面對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 他本身 都會有一個 immunicompromised state 所以 其實 在那些patients 來講 他們頭三個月 都會有個機會 會有個 UTI 的機會 其實隨著其他時間 那個UTI 那個發展情況 都會減低了 那我們 在面對 一個renal transplant 怎樣去減低 那個renal transplant 那個 Postrenal transplant 的UTI 機會 其實 第一就是 當然在 recipient 那裡 我們都要先處理 它 有些possible infective foca 也有些建議 就是 我們可以 拿些donut tissue 去culture 看看本身 東牙那裡 有沒有一些possible infection 我們不同的renal transplant 有不同的regiment 但是大家都會 考慮 用到一個period 的antibiotic prophylaxis 例如有些醫院 都會用到 caftrasol 那些情況 還有 都會考慮給了些 low dose antibiotic prophylaxis for a period of time 當然 如果那個patients 他有一個 很明顯的UTI 我們都要考慮到 一個empirical treatment 如果 其實 那些window transplant patient 他有一個 symptomatic UTI 其實 他們的處理方向 其實都跟 一個long transplant patient 是差不多 那我們基本上 在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需要給兩個星期的 antibiotic 那當然 其實我們都不想 那些patient 他keep on 一個recurrent UTI 因為recurrent UTI 基本上 都會有機會影響到 那個graft的功能 所以 如果我們 在一個operative period 我們能夠去 prevent了UTI 都能夠 improve了 那個graft的 outcome 那除了bacterial infection之外 其實fungal infection 當然 我相信 都是一個常見的情況 其實如果 面對一個fungal infection 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 他有一個fungal infection 的情況 我們都要考慮 even 他asymptomatic 都考慮要處理了 underline的fungal infection 所以 最後 我就是 我們要分 其實UTI 在general population 其實我們都會分 類為一個uncomplicated 和一個complicated UTI 所以 無論是normal patient 和 renalinsufficiency patient 其實 UTI 都是一個common的情況 而renal patient 本身是一些part of the subject who is suffering from 一個complicated UTI 所以其實我們 面對處理 renal failure patient Renal insufficiency patient 的時候 我們處理他的UTI 我們都可以 用一個complicated UTI 那個treatment的方向 去處理他 找出他背後的原因 treat了他的infection 那麼 在renal insufficiency patient 我們 處方antibiotics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考慮到 他的GFR 那麼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refer to 那個本身antibiotics 那個information 還有可以計算一下 他本身的GFR 那麼再計算一下 那個antibiotics 的dose 那麼最後 其實就說 在 postvenal transplant patient 呢 我們都想呢 給一些prophylaxis 或treatment 因為這個能夠 overall來講 都可以improve了 那個graph的outcome 那麼 我的presentation 呢 去到這裡為止 那麼 很多謝大家 實問這個問題 不過他不好意思說 就是 那些熊匯汁那些 其實對UTI 有沒有關 超級市場都很多 很多patient 都自己買 我想其實就 很可惜 我想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很concret的 scientific evidence 說cranberry juice 是有用的 不過那個patient 如果沒有DM 可能大家很健康 那麼我會覺得 價錢不太貴 那其實喝一下 也沒有什麼壞 這個就是我的conclusion 很多時候 我不會跟他說 不要喝的 因為其實 有些patient 是有用的 但是很可惜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concret evidence 說cranberry juice有用 所以我想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DM 其實沒什麼所謂 其實喝一下也不會說 就是 有個大問題 不過不要expect 喝了 就可以處理了這個問題 這樣 好 那現在女生 或者男生 沒有喝cranberry juice 先說明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剛才你看這個signal uncomplicated 的acupinal arthritis 你就沒有提 fluoroquin 是不是就是 impact的recommendation 不 include fluoroquin 如果impact 基本上 現在來說 都是說 用那個 avocicillin 就是所謂的 augmentine 避免的 antibiotic 我想其實有時候 都要看回 它的local antibiogram 就是看那個local hospital 的indication 的use 因為有時候 甚至香港這麼小 可能每一間醫院 它的antibiotic 的use bacteria 的resistant 都有少少分別 所以這個我想 除了我們說 我們有local guideline 之外 我想我們都可以 了解回本身 我們的population 或者我們醫院 本身的patients 那個情況 不過我想如果 面對處理的病 那個處理的時候 我想 impact guideline 都給了一個很好的指引 給我們 因為 一個問你的理由 我提出你的問題 就是因為 cranolone ofluocranolone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它的penetration Tisle penetration 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IV之後 轉Noral也好 就是有些 很方便 還有Biofermitia 所以如果 acupine 你真的需要一個很高 Tisle penetration 其實是好的 那impact不include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何柏良 但是他的意思 就是 因為他想 這些把鐵 留下比較繁衡的 所以他就留下這個意思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問呢 張偉祥你最喜歡 Q-Pine Nefriti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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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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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醫生 這麼喜歡 Pione Nefritis 我都問過問題 我看到一些Pione Nefritis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很害怕 他會不會是Early Stage of Amphysimates Pione Nefritis 但在Early Stage of Amphysimates Pione Nefritis 可能有些多 Loi Pain Chills and Lyga Fever 未必是Septic Shock 未必是很Toxic 那有什麼 提示給我們 他真的有機會 是Pione Nefritis Pione Nefritis 我想首先 就 Immuno Compromised Patients 例如 Coronic KD disease 尤其是DM 我想我們基本上見過很多 Aphysimates Pione Nefritis 無動有動 他們都有DM 所以當Pione Nefritis 他有DM 我們會有小心這件事 第二就是 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會做Ultrazine 去做Role Obstruction 當Kinical Response 我們可以預計到 給了幾個Antibonics 他都越來越差 一方面 我們考慮 Stable Antibonics 一個ICU support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 做一個 Cross-Section Imaging 例如CT 很多時候CT 可能隔了幾天再做 你就會見到 有些Gas forming Organism出來 那你就會可以 基本上那一刻 你可以診斷到 Amphysimates 所以我想 這是一個 High Index of Suspicion 還有可能 需要一個 Repeat的Imaging 去幫助我們 因為通常 Q-Pilat Phytis 如果是Gordon醫 通常很快醫得好 如果你一直醫 一路不好 你真的需要 suspect DM 或者immunicompromise 那就很簡單 做一個CT 如果再不行 叫Simon過來幫忙 看看他 先看看他 好 張委長 我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 老人家入院 Pilat Phytis 不少時間都是 ESBL Ecoli 很多時候叫做 Carmopanum 我試過一個Case 出院沒多久 又再有ESBL Ecoli 但他沒有症狀 但是病人 有了DM Minal Impairment 我想問這些情況 你會怎樣做 就是他出院之後 久不久 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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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要治療 都會被IBI Carmopanum 對 ERTA Phytis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我們很好 又很幸福 就是 麥克羅病毒支援很強 以前我們 有時候收集了 ESBL positive 的Ecoli 沒有什麼 我們都會收集了 找麥克羅病毒 最後很多時候的結果 就是給了 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的ERTA Phytis 那我想 經過我們的經驗 其實如果那個 患者是一個 at-risk group 其實他們比較傾向 都是想 completely eradicate 他那個 underlying Bacteriuria 但是這個 都要考慮到 患者需要用到 一個IVND bodies 例如 就算是最簡單 可能都要用到 一個 日常的ERTA Phytis 不要說 有些Carmopanum group 需要 一日 所以我想這個 如果那個患者 尤其是 他本身試過 如果他有Pyra Phytis 那些 而他現在Urine positive 繼續有Bacteriuria 的話 其實都可以考慮去處理 不過我可能跟那個 Patient談一談 要用到一個 Antibiotics 不過我知道 其實我們有些 Public Hospital 他都在做 是我們 Diagnose了 Pstripe了 Antibiotics Regiment之後 其實可以讓那個 Patient回家 讓那個Patient 在家裡 通過CNS 幫他去處理 這個也是一個 能夠減低Hospital State 又可以處理到 這個問題的做法 如果病人 好了 之後 你猜不請你試試吃 Probiotics 即是希望 在Victum 庫倫那裡 很多 大把ESBL 的E.coli 你試試給這些 Probiotics 代替原本的Victum 原本的Victum 系統 或者是 Gut Decontamination 你覺得 幫不幫到 那些Lactobacillus 那些 其實這個 都是一個之前 很多人都會說 不如給一些 很可惜的是 似乎 我自己 Limited去看 那些Literature 似乎 就不是一個很 很強的 去支援 可以用這些 Lactobacillus 去減低 Possible UTI 那些 那些 其實相對 都是一個 安全的 但是沒有一個 很具體的 能夠減低 是一個Future UTI Risk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一張Slide 講完出Infection 做完這個 之後 可以考慮到 Cistoscopy Cistoscopy的意義 在哪裏 我想Cistoscopy 可能是男士多 因為男士 基本上 我們都會擔心 他可能有一個 Better Outlet Obstruction 女士反而相對 那個Indication 不算好 如果男士 他除了有 UTI Symptoms 如果他有 一些 Symptoms 是Point towards 一些 Irritative Symptoms 其實一個Cistoscopy 一來我們可以 access到 他的Postate Channel 那個情況 第二 都可以去看清楚 他的Bladder 有沒有些 Possible Underline Problem 所以我想 不是說所有的 UTI Cistoscopy 這個不是一個 對的方向 但是我們都會想 在UTI的Investigation 方面 我們都會考慮到 不同的 Modality 當然 做最少越好的 越少越好的 多謝 多謝 Simon Like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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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